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259集 在死者的房间里 警方移开衣柜掀起一块地板砖 居然发现了一个洞口 这个神秘的地洞是人力挖掘的 还是自然形成的 有什么怪物居住在这下边的洞穴里吗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画龙拨开众人 都让开 遇到危险 画龙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 他要了手电 向洞里边照了一下 地洞狭窄并不太深 洞壁上开凿了一些便于攀爬的凹点 画龙手脚并用 下到洞里 在底部又发现了一条横向的地道 画龙猫着腰向前走 地道内阴冷潮湿 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息 画龙想 如果这是凶手挖掘的 那工程量未免太大 后边传来声响 原来是包展和苏梅 担心画龙的安危也从地洞下来 三人走了不久 前方就有一个血迹斑斑的铁栅栏 早已被人破坏 穿过栅栏就来到了地下尽头 尽头处有一道向下的铁梯子 镶嵌在土层之中 同样是秀极斑斑 沿梯而下 终于到了底部 周围漆黑一片 画龙用手电四处查看 三个人都震惊了 苏梅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呀 包展说道 这看上去像是墓地的内部 又有点像地铁隧道 或者是矿洞 画龙说道 都不是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是地下机场 天涯娱乐八卦论坛有个帖子 标题是 大家巴一巴周围有很低调 其实很牛叉的人吗 陆琪琪有个同学 叫小蚊子 小蚊子在这篇帖子里边 写到了陆琪琪爸爸的一件事情 陆爸爸以前在建筑设计院上班 整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 为人低调 穿着朴素 戴着眼镜 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样子 有一年 开发商要强拆他们家的房子 先是来了一群 开着挖掘机的人 陆爸爸誓死保卫家园 拦住挖掘机寸土不让 开发商又叫来一群 开着警车的人 打算采取强制措施 拘留陆爸爸 一名警察劝说说老婆呀 你们家这房子 属于是违章建筑 早就该拆了 陆爸爸有恃无恐 说你有多大权利 你知道这房子下边是什么吗 警察问是什么呀 陆爸爸说是国家机密 警察问什么国家机密呀 陆爸爸说你警闲太低 没有资格知道 国防法第25条规定 公民和组织应当遵守保密规定 不得泄露国防方面的国家机密 开发商以为陆爸爸故弄玄虚 正要强拆的时候 陆爸爸打来电话 叫来一群开军车的人 全副武装的军人 把警察和开发商团团围住 大家都震惊了 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桥梁工程师 居然还有军方的背景 陆爸爸有一个秘密的身份 那就是 兼着该市人防工程指挥部的技术顾问 中国的人防工程是军事设施 具有重大的战略和战备意义 因为现在是太平盛世 距离战争较远 地面之下的人防工程并不为人所知 但是一旦战争来临 人防工程必须具备有效抵御 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袭击 和城市的次生灾害 春城的人防工程 从抗日时期就开始修建 七十年代 毛泽东主席曾指示 深挖洞广积粮 每个中国城市都积极奋战 挖了很多防空洞和隧道 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建筑 那个时候 全国挖洞的轴长度超过万里长城 挖掘的土石方 超过了长城土石方的总和 陆琪琪家衣柜下边的洞口 就是该是人防工程的一个隐蔽通信孔 画龙 包展和苏梅三人 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地底隧道 确切地说 他们是站在地下机场的跑道上 地下机场是人防工程的一部分 主要用来在战争时期隐藏飞机 保存空军的反击能力 画龙当过兵 对人防工程和地下军事设施有些了解 包展和苏梅听了画龙的解释 感到难以置信 死者陆琪琪家的衣柜下边 居然有一个地下机场 三个人打着手电筒查看了一会儿 这个地下机场因为年久时秋 多处坍塌积水 周围连接着几条隧道 隧道又和地面相连 如同迷宫一样 画龙三人回到地面 对梁教授说明情况 高大队长召集精兵强将 在公安局会议室召开会议 高大队长拿出一张地图挂在会议室的墙上 这是春城人防工程的平面图 不过是1990年绘制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划和扩建 人防工程战备和商业相结合 在不破坏整体结构的前提之下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人防工程的一部分被改造成了商场 停车场 仓库和旅馆等等 梁教授说道 有哪些人能够进入死者陆琪琪家 衣柜下边的人防区域 人防办的工作人员说 那片区域并没有被开发为商用 平时是密封的 他们会协助警方仔细搜查出入口 包展问道 什么人可以出入人防工程 这点很重要 梁教授说道 死者衣柜下边的人防工程是早就存在的 但是并不为人所知 凶手不仅知道这一点 还知道陆家藏有金条 凶手和死者一家 肯定有着某种关系 包展说道 能解释一下 衣柜下边那个地洞是怎么挖掘的吗 高大队长说道 经过请教专业人士 他们认为 死者陆琪琪家的地洞 是从下往上挖的 因为之前就是一个隐蔽的通信控 所以凶手并没有费太多的力气 苏梅说道 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凶手挖了一条地道到死者家里 然后杀人劫财 华龙说道 马蒂道多费劲啊 随便冒充一个送快递的人 把门给骗开就是了呀 包展说道 如果是谋财 那么杀人可能并非这本意 凶手最初也只是想盗窃而已 高大队长说道 入室盗窃 很容易升级为抢劫 而抢劫又很容易引发杀人行为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大家分析一下作案过程 对 这个案子有个疑点 衣柜非常沉重 需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 衣柜底部的钉子也是完好的 没有撬开的痕迹 凶手是怎么进入死者家中的呢 从地洞里边钻出来的话 上面是一个衣柜 凶手还是进不去啊 这很简单 这个任何人都能做到 不破坏衣柜 怎么进入家中呢 凶手从下面移开底砖 使用某种工具 撬开衣柜底部的木板 进入衣柜之中再躲藏起来 伺机作案 我猜测 凶手应该不止一次这样做 陆妈妈回到家的时候 陆奇奇已经死了 如果家中的防盗链是挂着的 那么陆妈妈即便是有钥匙 也无法进入屋中 这说明凶手杀了人 结了财以后 最后大摇大摆的 是从门里边出去的 临走之前 凶手为了掩盖现场 他覆盖好洞口 用钉子重新定好 衣柜底部的木条 这也就是 我们看到衣柜没有被破坏 但是凶手 可以进入家中的原因 我赞同小豹的看法 定好衣柜底板的木板 把尸体放进衣柜 还用数据线 吊住了死者的脖子 有的凶手在杀人以后 还给死者盖上被子 或者用泥土掩盖住脸部 其实这都是一种 畏罪的表现 梁教授强调 破案没有什么诀窍 警察不要去想 自己已经做了什么 要想想还能做点什么 随后梁教授在会议上 安排了任务 高大队长 负责对死者的家庭背景 以及人际关系展开调查 看是否为熟人作案 确定侦破方向 苏梅和法医一起去殡仪馆 对尸检报告再次审核 做到准确无误 现场没有遗留下凶手的指纹 但是通过尸检 可以判断凶手使用的凶器 包展的工作 是调查春城的各大金店银楼 凶手抢到金条以后 必然会销赃 画龙联合专业人士 对陆家家下边的人房工程 进行仔细地勘查 要测绘出最新地图 巡视每一条隧道和支线 找到凶手进入人房工程的出入口 地面上车水马龙 喧闹一片 而地下的人房工程 却是人际罕至 黑暗寂静 画龙和两名民警 以及人房办工作人员展开调查 他们打着手电 走到阴冷潮湿的隧道里 隧道的高度足以隐藏飞机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有些地方已经坍塌 一些支线只能猫着腰前进 这个地下世界布满了垃圾 细菌和小动物 但是却又四通八达 内在的环境不可控因素 再加上生态污染 令人不安 焦虑感提升 有一段坑道 因为坍塌而堵塞 画龙等人绕行 前方又因为常年的积水 产生的地线 形成了一个深坑 大家走到坑里 闻到一股冰冷的兴气 隐隐约约的看到有一堆白色的石头 走得近了 才发现那石头突然动了一下 大家用手电照看 不仅是毛骨悚然 这个庞然大雾 居然是一条白色的大蟒蛇 足有五六米长 匍匐在那里 吐着杏子 众人看到大蛇 胆战心惊 其中一个人撒腿就往回跑 大蛇猛地咬住他的腿 那个人疼得叫起来 蛇缩了回去 依旧是昂着头 画龙站在前面 示意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他扔了块石头 想要吓走大蛇 蛇再次发起进攻 一口咬向画龙的手臂 动作迅猛 画龙来不及躲闪 情急之下 他把手电筒向前一伸 正好卡在了大蛇的口中 随即他翻身滚到一边 掏出枪来 向着蛇头开了几枪 大蛇不动了 大家注意到 他的肚子是胀得又粗又大 根本无法爬行 一个民警说好吓人 好大一条蛇 这肯定是吞下去什么大型动物了 难道它是吃了一只羊吗 人房办的工作人员说 地下只有老鼠 蟑螂 哪来的大型动物呢 画龙说道 难不成这蛇 是吞食了一个人吗 画龙用刀子把蛇从腹部给剖开 手电筒发出惨白的光 只见一个人的身躯从蛇腹之内露出来 此人的头部以及上半身已经被蟒蛇的胃液 容食掉了大半 有声小说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博吉天卷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